最后这个时间了 贺天局 这算CBA开赛到今天分差最大的一场 应该还有更大 应该有更多的 但是不好统计这个 好球 贺天局咱们赛前也聊过 现在这个赛季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四号位了 好球 进攻时间啊 继维 好的 就应该坚决的投 继维没空间了 好球 但是前几年那个郭艾伦的角色 一定要去防人家的那个最猛的 现在郭艾伦不用干这活了 你能防守教练就会用 用完了进攻机会总会轮到 对 轮转球员就是这么上位的 这个球是邦加了怪伦 这球 好球啊 小高 怪伦 第一下如果能给过去就非常好了 快速的传导 四处独角 有了 2分半钟 对 2分半钟 其实也是很关键的 这个我们 这个 就是没带没带场上 这样 得让他休息啊 对啊 如此高强度的比赛 龙华东 看能不能跟队友配几个啊 如果能打出几个配合的话 那后一问会给新疆队的防守 带来巨大的压力 好球 三号赵继维 对啊 就我们说这个好像 呃 当时到上任以来啊 对 这个 呃 之前曾偶尔偶露中英这个刘博啊 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 其实我觉得刘博应该是可以用的 对 你就是人家电容女 好的 怪伦抢断 两分球 看看这次进攻 好的韩特军 给到大韩 有补篮 打平了 90 上球要快 何天局非常坚决 好球 何天局现在 对 这奇迹总不会一而再再再重演吧 对 辽宁啊把时间消耗消耗 这个黑还真近高点 他把时间消耗消耗 快攻很快 嗯 把斯 把斯在篮下没有攻 好球 应该也是江湖规矩 好球 好球 二哥 四个投篮 辽宁控制节奏 不要再强攻 是 也不要抢攻 因为领先毕竟六分球呢 辽宁出空位了 好球 辽宁今天几个投篮 命中的还是不错的 其实在赛前 我有跟朱元熙在热身的时候 有跟他聊过几十天 他说这种防守太累了 我说你想想你们常规赛 就这样打强度的防守 我肯定累 但是我说我的感觉就是 你今天如果只是防守 不可能赢下这样比赛 你必须要有进攻 所以你的火力要全开 转一球要快 对 掩护找几位果断一些 有了 真的 三分必须要开 没错 三分机会没投 那套忠诚的要求 赫天举四十五度角 好球 好球 很深还没怎么开始玩呢 小板配合打得更加多一些掩护 相对来讲简单 还一下 其实还一下小伙二打一的球 打得简单了 对 赢得多了 这个对辽宁队来讲现在是机会 赞听了 赞听了 这边最后一分钟 赫天举 赫天举的三分 好球 对 因为现在进攻上有点乱 要不就换换人 把分身换成八次 好球 好的 这都靠近篮筐的趋手 对 再回转的不够 李翔翁这个位置 来了两分 好球 好球 再来 这次没有 篮板 篮板 师弟分三 我的天哪 师弟现在这个状态 好球 好球啊 好球啊 哇 我看你外线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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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球现在杨队还是没手感 但是咱前场有板 高诗言 还是有板 对 辽宁这边的话 再来一个 三个三分 好球 拿下先上篮板将球补进 第一节还有最后的1分36秒 新疆队目前领先着9分 还是要给球持续的压力 因为增力区现在目前刚换上来 体力还是非常充沛的 有赵纪伟的底脚三分 赵纪伟机械水板 赵纪伟队目前来说能拉开一节比分 反正是要给他创造一个休息的时间 直接打三分 太好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 姚宁队确实也是这个打得心不在焉 好球 我一直以为一分的选择比分 上决 没选择盲目的出手 突破进来 好球 就像刚才这种 突然的一个 就是在防守中 要有强烈的防守的意识 就我们讲球伤要特别高 对 没错 底层要拉开了吗 这三四个没进了 如果之前那也是连着进 所以说这给八四 哇 他打一 对 这种会熟 每个人都觉得这比赛完了吗 我就是这个打进 如果这样对方打反击 你就可以 这是大技 万千 靠球 会 凉迅 好球 我很担心他传给第一点 你真是天赋一鸣 我一上来 我要给你足够的机会 让你去把你培养成核心 那你既然 你如果没有这个天赋的话 确实你一上来 要表现出一定的能力 就让他照合去升了这个手 按照 起地 在传 河天局外线 环译演色 上来手中是 五投三中三 五投三中得到了九分三个篮板 这是全是败现的进攻 全是三分九 控制 突然的提节奏 好的上抢 高雪 五投三 等你看啊 这边 郭爱伦在下面休息是高石岩跟赵继伟 加贺天局 自己再来打进赵继伟 就是要扯哦强测两个人打挡拆了 就是要走正面再要 郭爱伦今天有点有点太过极致了各位 我们实话实说啊 这么说可能在得对人 他现在也着急 嗯 他也想早就 哎漂亮 好漂亮 这贫cej Denver 成似的一个人太大了 又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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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突然少打多了 现在是4打3 变成了5打4 可定局还是这个位置 漂亮 两季三分 但是裁判这个时候